全油管最快新闻,近日,婚恋节目《非诚勿扰》中的宝马女被丈夫爆料失联。 丈夫透露,她曾在直播中给她打赏超过20万礼物,并为她离婚并赠予一套上海房产。 然而,最近夫妻因为孩子的抚养费发生分歧,导致争吵不断。 丈夫为了表承意在中秋节前借款给她转款27.4万元,结果妻子消失不见,甚至手机也关机了。 丈夫曝光了两人的花销记录,据称已超过100万元。 夫妻关系曾发生过暴力事件,朋友也证实他们经常闹矛盾。 订阅新闻急速地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